再见陈梦,再见樊振东 国乒正式宣布决定,刘国梁痛下狠心 球迷终于等到了 大家好,我是直言 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球 这一期视频呢,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国乒 聊聊咱们国乒方面最新传出的一个正式决定 那么如果你看完视频,也支持我的看法 不要忘了给本期视频点赞点点关注 你的点赞将会让更多关注国乒的球迷朋友 看到直言的视频 接下来咱们就言归正传一起来聊聊国乒 咱们都知道在新加坡大满贯的比赛结束以后 国乒的运动员回国以后呢 就来到了一个休战调整的状态 而原本在这样的时间内 国乒团队是计划让一线队员获得充分的休息调整时间 为了后续的成都市井赛和杭州驾驭会做准备 但是目前咱们也都清楚 随着这两项赛事宣布延期 比赛呢,受到很大影响 而这样的意外情况 就让国乒队员短期内无法在家门口 给大家呈现非常好的状态和表现 那么这一点确实让人感觉到有些遗憾 也让国乒的比赛经历受到一些缺失 但是呢,咱们也都清楚 对于国乒来说 即便这两项比赛延期 国家队的训练和部署依然要有条不紊 那么作为国际上最顶尖的乒乓球队伍 同样也是竞技舞台上长盛的将军 咱们国拼就应该去不断自我完善 虽然在比赛的间歇期 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去解决球队内部的问题 而显而易见 目前摆在国拼面前的最需要去克服的 无疑就是球队的人员储备和接班的问题 因为呢,咱们也都清楚 从东标一会打完以后 在接近一年的这样一个周期当中 中国乒乓球队在各个大型的赛事里 基本都是打出了更胜一筹的统整能力 对吧 尤其是新加坡大满贯的比赛 咱们国拼呢 以樊仁东陈梦为首 那么包揽了整个赛事所有的五块金牌 这就充分证明了 国拼在奥运会以后 那么我们的竞争势头是势不可挡 核心团队面对其他对手的时候 基本都处在吊打局面 可以说只要他们能够在比赛舞台上正常的发挥 拿下好的成绩就不成问题 然而除了核心的阵容以外 咱们国拼整体的成长就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了 而且咱们也都清楚 国拼现在呢 人员交替是一个难题 尤其是难对樊仁东王楚心之外 咱们数不出太多优秀的年轻队员 那么这就是一个相当明显的一难杂症啊 因此呢 这一点一定要在新周期进行更改 才能够让队伍更加的平均 让整个团队的实力变得更强 所以作为国拼主席刘国梁 他也需要去下定决心 而其实就在最近呢 咱们国拼方面也是传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可以说也是让所有国拼球迷感觉到振奋不已 让咱们国拼整体的发展有了更多希望 那么熟悉国拼的球迷也都知道 在今年6月份呢 国拼将会出战一个新的国际比赛 那么也是由WTT在克罗地亚举办的比赛 而这次咱们国拼也是新加坡比赛之后最新迎来的比赛机会 那么就在不久之前呢 国际拼联是更新了中国队参赛名单 但是呢 那刘国梁这次他给出的答案就不再是陈梦 樊臣东这些核心主力 而是选择了八位00后的小将去参与 那么这些小将就包括咱们比较熟知的林诗栋 宽曼这些国拼非常年轻的潜力新兴 而这样的决定可以说就非常大胆了 完全超乎了球迷预想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国拼的对手方面 日本队的伊藤美成张门志和这种顶尖选手全部都会出战比赛 而国拼却用00后的小将去对抗他们 这就体现出了咱们国拼整体的一个改革决心啊 可以说在经历了东京奥运会的阵痛以后 刘国梁终于开始大刀阔斧的进行年轻队员的重用 那么也是听到了咱们球迷的呼声 给他们经历这种顶尖外战选手的机会 而这些都将会是这些年轻队员宝贵的职业生涯财富 那么相信看到这些选人的结果 虽然像陈梦樊臣东这些国拼老将是无缘比赛 但是他们内心一定是非常欣慰 那么最后呢咱们也希望这些年轻队员 在遭受到国拼重用之后 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打出好的表现 能够在6月份给咱们所有球迷带来新的惊喜 好那么本期视频呢就聊到这里 喜欢听这些年轻队的朋友 不要忘了给视频点赞关注 有问题呢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体育新鲜事 下期咱们接着聊